新竹市长高宏安近日在就职满一年之际 接受远见杂志专访 回顾过去他一年的施政策略与成果 他感谢市府全体同仁和市民的支持 并对新竹市未来持续变得更美好有身浮期许 高市长强调 新竹市需要优质的婚育环境 是老幼照顾为首要任务 为了实现这目标 新竹市政府将逐步提高生育津贴 并推出多项老年福利措施 期望减轻壮年群组的家庭照顾负担 为改善教育环境 高市长将为学童规划专属的通学专车路线 并透过合作 进行新竹市电脑辅助学区划分研究计划 让学童都能就近入学 此外 新竹市朝向实现智慧治理 推出竹市亲师生平台 及竹市校园智慧通 等多项措施 交通方面 新竹市推动 桃竹竹苗TPass通勤定期票方案 并定期开会盘点全市依照市路段 期望提升行车效率及用路环境 此外 市府支持产业研究 青年创业 秉持产业创新理念 力求提升城市吸引力 同时 新竹市也注重永续发展及气候变迁因应 更积极推动观光旅游 并且致力于运用智慧化手段提供便利市政服务 对于新竹市未来 高市长认为青年朋友是推动城市创新的重要力量 他将致力于创造一个更繁荣 活力充沛的新竹市 让新竹市青年在市政参与和规划中发挥更大作用 他表示 市府将继续务实解决城市问题 期望新竹市的基础环境与建设能得以进一步提升 创造出专属新竹市民的安居科技城 新竹市民的安居科技城市民的安居科技城市民的安居科技